你好,政治揭露,喂,大家好 我们之前说了一个移民潮的问题 现在想跟进了 这个移民潮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呢? 各方各面的分析 这一节我想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海志哥麻烦你01 我们上一节也有说 2.5万个学生离开了香港 中小学生也有 所以很多的英语和圣方济 英语小学全年招插翻身 即是说Band 2,Band 3 Band 2的学生可能可以转到Band 1 没错 英语、圣保罗、圣方济国 那些招插翻身 我身边的人都成功做到这件事了 那情况究竟有多夸张呢? 那些国际学校现在没有线 那时候维多利亚要进入要买债券 会不会现在不用买债券也能进入呢? 那他没理由在01那里卖 告诉你我现在不用买债券 不要买债券 但是我可以这样说 现在重灾区应该是那些 那些IB也重灾区是吧? 因为中产和中上产是移民最多的 反正他都读得一万多二万元 即是花费一个月的学校 他不喜欢中国 现在要走 对他们那个背景的家庭来说 花了几十万一年去外国读书 其实不是什么的 他们有能力去做这件事 所以他们是大批地移走 所以现在首先租医的学校 除了质素低没有学生的学校之外 我想就是这些私立的学校 你要一万元个月的 那些就 还要说没有材料那些肯定要执行 大家都明白 如果家里不是那么有钱的 那说起移民 又考虑到语言的问题 很多问题 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大胆去移民的 那变成是中产下面的就比较少一点 这个是我自己观察的 是啊 所以说想读IB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位置松一点 其实我觉得读IB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好过读这些名校的 即是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也认为这件事的 即是IB的学制的压迫性没有这些名校那么厉害 还有那个课程的编排是好很多的 好过DSE的 即是 我也是跟那些比较资深的 教育方面的朋友聊过 他们真的觉得DSE改到不伦不类 所以结论就是说 如果有钱的 应该是 如果的资源是可以分配到的 就应该是读一些 国际比较认可的课程 即是例如IB 即是这一类 因为他们已经是很多年在这里 和通过了很多学生 每一年有这么多学生读完 这是一个很好的成功的例子 而DSE真的不伦不伦 我只是这么说 即是可以的 虽然我这些孩子是DSE 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不懂这么多东西 很多年前 如果我再选择 可能选择IB 那我身边有实际的例子 就是 我认识一个同学很厉害的 即是 我平时跟他相处的时候 玩 就知道他是一个很醒目 很成熟的学生 他就能够成功由1B 即是Bang1B的学校 去了类似这些 圣保罗、呂拔税、南拔这些学校 是有成功例子的 更加厉害的例子 就是我有个朋友的小孩 就是由Bang2尾 升到Bang1尾 是差这么远的 可以 所以如果有家长 本身是有心仪的学校 以前不能进入 现在不妨去试试敲门 试试申请 说不定被你撞进去 你可以完成一个梦想 OK 那 我建议读名校那些 不如转去读IB 是啊 我觉得读名校这么压迫的 不如给多一、二、几千 你都给五、六千元一个月 五、六、七千元一个月 那些不用钱的 那些不用钱的 那些是 OK 行行行行 我明白 即是像黄仁那类 黄仁那类 黄仁那类 但是如果你说 比开直支 已经一个价钱 趁这个机会 转IB可能 好些 我自己这么想 但是我不知道别人的IB的情况如何 大家收封了 应该他也走不少学生 肯定 他一定走不少学生 我可以告诉你 真的走不少 我知道某间 比较二级的IB 就值得 我这样肯定 你肯去敲门 他就肯收 但是始终IB 学费各方面 比较贵 可能要一万元一个月 嗯 不少家长 当然是名校免费 那些 OK 但是 我又说回 会不会很黄呢 教坏你的子女 通常家长不会这么想的 我这个问题也很斟酌 你说黄仁 出了黄仁龙 黄仁龙最出名就是黄的 是 他真任权的那个律政司 都是一些港英如孽 华仁 好像说不用收钱了 不知道我没有查过 黄仁肯定不收钱 华仁我不是很肯定 但是如果你入到 又是 哎 出了林瑞伦 又是黄 黄的 是 是的 你的子女 入到这些名校 那些 就读到他 挺好 但是出来 刚刚2024年 他们又搞多一次暴动 你儿子去了做暴徒 那 什么都没用 是 你想想 你给多少钱 你给很多钱给小朋友 读这些名校 又补习 又小提琴 又这些 哎呀 儿子学了一些民主理念 2024年 占中十周年 他们西方势力 又在香港搞暴动了 你儿子受感染 你培育了多少都没用 去做暴徒 是吧 是 但是我好像 我见到IB 没什么人变暴徒 我理解 IB 未必那么 这些 害死人的东西 就放在DSE那些 Dru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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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的那些 可能未必 读自己的人 那些 那些洋佬会 找孩子去读IB 是吧 是 是 那 虽然我说 学生有机会是一个跳槽的年代 人望高处跳槽 但是其实 Band 1学校的特质 和Band 2学校的特质 和Band 3学校的特质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件事 如果您问我 既然现在流失这么多学生 我建议应该是三边的学校呢 我就觉得 Band 3和Band 2学校 其实某一些是对社会很有帮助 我觉得考虑是三Band 1的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在我自己的经验 看到里面 Band 1学校是很多 是很谷的 其实 其实 他进去 就当你这个小朋友 是可以拿五星五 五十五星 那些来训练的 你追不到 很多是不理你的 很多叫你坐在一边 见家长 说你这个小朋友不行 我见到很多老师 有些老师肯 肯教 肯用心思 你这个小朋友不行 他可以肯陪你的小朋友 我见到一部分老师 这些好的老师 是在Band 2和Band 3学校里面有 特别是Band 3学校 我觉得Band 3学校 对小朋友 对一些追不上的小朋友来说 是很重要的 其实 因为没有这些学校 那个小朋友 我想 从小到大 他都没有机会 学习少少的英文的阅读 或者少少的数学的运算 他都学不到的 就是由这些在低下的 所谓的水平没有那么高的学校 就有机会 可以一路长大的时候 就慢慢 可以有个机会给他 去学会一些很基本的 生活的技能 就是可能是 看一下电费单 计算一下数 简单 入银行 计算一下数 都能够做到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那些学校 对社会 其实是有个帮助 是啊 还有我刚才说过 有些案子 就是 真是可以人横高处 那我跟进回 我那个朋友 那个小孩 由Bang1B 跳了去那些什么女拔 那些最顶尖的那些 那个小孩 本身在自己Bang1B那里 Bang1中间学校 已经是学霸 那他跳了上去之后 其实他就不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成绩低很多 去了那些Bang1A学校 就是那些最顶尖的那些 全部都学霸 在那里读 即是他即时就跟我说 这几个月不开心 因为实在是 太过厉害 那是很自然的 强中自有强中守 你能不能够 比别人更聪明 这个就真是不知道的 未知数 那这个是由 我另外一个朋友 是由Bang2美 去了Bang1美 亦都是一样 准备大件事 即是上课都 即是不太知道做什么的了 即是在Bang2美 别人的英文用得很简单 是不是 这些字 这些字 用得大大只字 你去到Bang1美 别人就开快车 啊 即是 也都是相当辛苦 所以做这个动作之前 一定要肯定 自己的小朋友 是真的适合先 是啊 如果不适合呢 其实都是 对他们的伤害是很大的 大家想清楚 就是明校 明校B班 C班 D班 是啊 明校很出名的那些 如果有4班 A班的人 就去煽动A班 B班的人 看不起D班的人 一定的 不一定 我为什么不喜欢Bang1学校呢 就是我暂时来说 除了我的小孩 那间 是主张 你要帮隔离的小朋友 帮隔离的同学 如果他不懂的话 我们要大家一起合作 一个合作精神 一个协调的精神 我的小孩 就是这样教的 所以我觉得是OK的 虽然他们仍然是非输 我小孩那个是Bang1B的 Bang1B的中学 大家知道水平是怎样的 是比正常学校 教多20-30%的东西 是非输的 一样是跟不了的 他不会理你 你吃蛋 他不会理你 都是一样是这样的 这个我不喜欢 但是最少一件事就是 他们会教识同学之间 互相尊重 和互相的帮助 但我知道有些Bang1的学校 无论ABC都好 他教识小孩就是 你走去拿好的成绩 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争取回来的 明白吗 所以他们的家长 你问他 你这个小孩 那些数学这么聪明 在哪里学的 他们是不会回答你的 他那里补习是不会回答你 告诉你去哪里找个老师补习 那些 其实大家隔离和隔离那个 是斗得很厉害的 那你说 那是不是已经是完全颠倒了 那个我们很多的很好的价值观呢 那些得志体群尾就 没有了个群 没有了群啊 因为在学业的竞争里面 不想去和对方做朋友 不想自己懂的东西 亏了给对方 让对方在我身上学会了 这个关系也是很假的 我见过有小孩跟我说 是很认真地跟我说 他只会和班里面 头十名的朋友 同学做朋友 十一名的那个 我也不会和他做朋友 有没有小孩跟我说这些说话 想想多恐怖 你把那个价值观扭曲都这么紧要 是不是 那就是变成了中国古代那些什么 什么 什么 九敏中政制那些什么 寒门啊 贵族啊 那些贵 木门对木门 竹门对竹门啊 上等人就看不起那些寒门啊 穷人啊 那种的了 就是我们有钱 读书很棒的 一批 我们是上流 很出身的 就大家自己做朋友 你成绩差点 就叫你 你叫贱民啊 低贱啊 那我就不理你 那那个人格就很有问题的了 小朋友 因为事实 事实是你的技能 你的专业知识 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的嘛 你的幸福本身 不是单单是你拿一只五星星回来 你就要有幸福嘛 是不是 只不过人生一部分而已嘛 可以这么说 你出去做事 就已经把那些五人和五星星抹光了 到时你出去做事 都不同 就两回事了 虽然你拿着好的成绩 你找第一份工作就真的很有利 但是往后 事情怎样发生 就看你个人的做法 是不是 那你第一个价值观 已经错了 还有 这些小孩很多时候都不能输的 人生的东西怎么可以不输的 是不是 你怎样去处理好多的逆境 所以其实扭曲都很紧要 好了 最后 跟进一下 前几个月我们说过 有一间中学很不幸 他们有些同学就跳楼 好啊 那一件 这个是不是英华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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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跑马地 那是圣保禄 圣保禄女校 是是不好意思啊 那 我有间中见到他们的家长 朋友 那 聊到他们的学校如何 我可以说是令人悲伤的事情之后 那 他们现在呢 学校呢 就 很阔老地给分那些学生 OK 那 就 语文科的呢 都可以给到七八十分 以前不是的 以前可能 一班人是不合格的 所以现在他们的孩子呢 经过这几个月之后呢 就开心很多了 啊 因为分数高了 也都老师不会说 喂 你这么低分啊 你不会出分啊 啊 啊 那 那 就很开心了 法律学习比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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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间不多了 那 但是 对于 这个 跑马地 圣保禄 这样的变化呢 我就觉得 呃 真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你很明显就是放屁啦 不想制造惨剧啦 就是 但是 你现在就 好像将个教育质素 就拉低啦 是不是 你为了不想再出事 啊 就犧牲的教育质素 就犧牲一些学生权益的了 他 他 给高分 给高分一些比较 就是呢 其实都不是等于将个教育质素 不是啦 你没有考试 我就怀疑质素低了的了 不关事的 因为 因为是以前他们苛刻得很紧的 呃 但是我怀疑会不会 啊 就是这个OK的 明白明白 你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 就是正如 你努力读书 读完都只剩下那十几二十分 喂 其实很平常的 其实在中学里面 啊 你读完都是给十几二十分 那又如何呢 就是你认为他 现在这个做法是一个矩正来的 是啊 只是那些分没那么松 是吧 是 但是仍然都有考试 也有考试是真的 就不是人人都 人人都有分 OK 因为其实他们进去的那些小孩 都是很乖的 都是很肯读书 乖的那些小孩来的 那 那 其实给回个分数 他们是很合理 就无谓 就是 为什么每个都要训练 要他们拿五星星呢 是不是 就是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嘛 他们就开心一点 但是当然啦 就是他背后的教育理念那些呢 怎么教育理念那些 我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清楚 对吧 只不过这个改变 其实是 对小朋友的学习是好的 我就是这么说 这里 至于 换了汤之后 里面 核心会是怎么样呢 我这个不变平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 OK 好 那我们先说到这么多了 OK 拜拜